聊斋志义 浦松林 白话翻译 假姗姗 举诈 某浴室的一个仆人 某次闲在街边站着 有个衣貌华美的人走近与他攀谈 聊一会儿就问他主人的姓名 关接门第 仆人把所有的情况都对这个人说了 这个人自我介绍说 我姓王 是某公主家的贴身示意 聊得越发投机 那人说 官场上风险很多 当大官的都要依附于皇亲国戚门下 不知您的主人依附的是哪位贵妻 仆人说 没有 姓王的说 这就是所说的殷小师大呀 仆人问 可以托付谁呢 姓王的说 我家公主对人和善 能庇护人 某位侍郎就是通过我觐见公主的 如果不惜用千金作为见面礼 见公主倒也容易 仆人很高兴 问姓王的住在哪里 姓王的手指他的家门说 成天住在一个巷内还不知道吗 仆人回家将此事告诉了御室 御室高兴地背下酒宴 让仆人去邀请姓王的 姓王的欣然复习 席间详细讲述了公主的性格和生活琐事 并且说 若不是看在同像邻居的情分上 就是给我一百两银子 我也不愿意为你奔走 御室十分感激他 临别约好下一步的办法 姓王的说 你只管准备好礼物 我找个机会替你禁言 很快便有音讯了 过了好几天 姓王的骑马前来 对御室说 可赶快准备一下行装跟我走 公主的事情太多 求见的人一个接一个 从早到晚没有间断 今天有空闲 应赶去相见 这次耽误了 再想见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御室带上精精美誉 跟上姓王的前去 曲曲折折地走了十多里 才到了公主的府邸 下马静后 姓王的手拿礼物先进 过了好久 才出来高声喊道 公主召见某某御室 接着有几个人依次传话 御室低着身子进去 看见高堂上坐着一位貌如仙女的女人 服装首饰光辉灿烂 两旁的侍女都穿着锦绣的服装 排列成行 御室跪拜行礼 公主传指让御室坐下 用金碗送上香茶 公主略微说了几句劝勉的话 御室恭敬地退下 又从堂内传出公主赏赐的断靴 雕帽 御室回家后 非常感谢姓王的 就带着名片去拜访道谢 可他家关着门无人在 御室以为他到公主府中还没有回来 三天去了三次 都没有见到 派人到公主府问询 也见大门紧闭 问了问邻里 都说 这里从来没有什么公主 几天前有几个人租住于此 如今已经走了三天了 这人回去报告了情况 主仆二人十分无奈 某位傅将军带着不少钱来到了京城 想升到将军却无门路 一天 一穿皮袍骑大马的人前来找他 自己介绍说 我哥哥是皇上的贴身侍卫 喝完茶 请求与傅将军私下交谈 对傅将军说 眼下在某地 将军一直空闲 如果你不惜重金 我可以嘱咐内兄在皇上面前撑到你的才能 既可获得辞职 由势力的人也夺不走 傅将军怀疑他说的不是实话 这个人说 对这事你无需犹豫 我不过是想从内兄那里抽取几个小钱 在您这里我不收钱 咱们说好数目 立下文书作为凭证 待皇上召见以后 再把钱交来 如果不成 那你的钱还在 谁能从你怀中把钱抢走呢 傅将军高兴地应下 第二天 这人前来找傅将军见其内兄 内兄说 我姓田 内兄家福利堂皇 像王侯家一样 傅将军参见时 姓田的傲慢无礼 这人拿着文书对傅将军说 刚才我和内兄商议 大概非一万两银子不可 请在文书上署名划鸭 傅将军听从了 姓田的人说 人心叵测 事后怕他翻毁 这人笑着说 兄长的疑虑也太多了 既然能给官于他 难道不能夺去吗 况且朝廷中的将相 有愿交钱来换取这个官职的还得不到呢 将军这个官职虔诚远大 按说他不应心里反常到这个程度 傅将军也发誓一定守信 然后便回去了 这人出来送他 说 三天就给你答复 两天后的第三日傍晚 几个人呼喊着跑进傅将军的住处 说 皇上正等着召见你呢 傅将军非常吃惊 赶快连跑带颠地上朝 见皇上端坐殿上 侍卫四立 傅将军跪拜完毕 皇上下令赐他坐下 殷切地慰问他 回头对左右的人说 听说这位将军勇武异常 今天见了 真是将军之才啊 接着说 某处地势险要 现在就交给你去守卫 不要辜负朕的信任 封侯也是有希望的啊 傅将军谢过皇上的恩典便走 当即 前几天 那个穿着皮跑骑大马的人 跟他一起到了旅馆 依照文书给了那人一万两银子 那人就走了 于是傅将军就高枕无忧地等待着观印 每天以此向亲朋夸耀 几天后便探听到 原先许给他的将军空缺 已经有人补上了 傅将军大怒 气愤地到兵部大堂去质问 说 我已得到皇帝的任命 为什么将此官授予他人 兵部尚书感到很奇怪 听傅将军叙述皇上对他的恩宠 如同说梦花 尚书大怒 立马抓捕了傅将军 将他交付廷位审讯 这时他才供出引荐他的那个人的姓名 可查朝中并无此人 结果 傅将军耗费了万两白银 换来了革职罢官 奇怪啊 武官虽然痴呆 朝廷宫殿还能作假吗 也许这里有幻术作怪 正是所说的 大道不需要用刀枪弓箭啊 家祥县的李生 善于弹琴 有一天 偶然到县城东郊去 看见从事劳役的人 从土地里挖出了一把古琴 他没用几个钱便买下了此琴 擦去琴上的尘土 琴身放出了奇异的光彩 装好谈一谈 琴身轻烈异常 李生高兴极了 如获至宝 用锦囊把琴装起来 藏到密室 连至亲好友也不给看 本县县城城市 新上任 拿名片来拜访李生 李生素来少与人来往 因为他首先来拜业的缘故 也做了回访 过了几天 城市又邀请李生 到他家饮酒 多次邀请后 李生才去 城市为人高雅脱俗 议论潇洒 李生很喜欢他 过了一天 李生又下请柬 筹打城市 二人谈笑风生 十分投机 从此以后 月夜花尘经常往来 一年多以后 李生偶尔在县城观设中 看见一个绣囊装着琴 放在桌子上 便欣赏起来 城市问 你也精通琴技吗 李生回答 此位我一生最喜好的 城市惊讶地说 我们相交也不是一天了 你的绝技为什么我没有听说啊 于是点望香火 请李生弹奏一曲 李生郑重地按照城市的要求弹奏 城市说 真是高手啊 我也愿献上搏迹 你这高手不要笑我记忆低劣啊 于是弹了一首御风曲 琴声清脆悦耳 给人以飘飘欲仙 超凡脱俗的感觉 李生对城市更加佩服 愿意拜他为师 从此 二人又成了琴友 感情更加深厚 过了一年多 城市把自己的琴技都传给了李生 可城市去李家中 李生都拿出平常的琴让他弹奏 不肯泄露他藏有古琴的事 一天夜里 二人酒后危罪 城市说 我新学会了一首曲子 不知你是否愿意听听 于是演奏了一首香妃曲 此曲悠怨若气 李生大为赞赏 城市说 只可惜没有好琴 如果有一架好琴 音调还会更加优美 李生欣然说 我倒藏有一把不同寻常的琴 今天遇到了知音 怎敢独自藏着 于是打开琴霞 抱着锦囊出来 城市用衣袖扶去琴上的灰尘 放在桌上再奏一曲香飞曲 只听得琴声刚柔硬结 十分美妙 李生不停地打着节拍 城市说 我这不好的琴技配不上此好琴 如果让我的妻子弹奏一下 可能会有一两声可听 李生吃惊地问 您夫人也是弹琴高手吗 城市笑着说 刚才我弹的那首曲子 就是她交给我的 李生说 只可惜夫人在规格之中 我无法听到呀 城市说 我们这样的良朋密友 不用受此理限定 明天请你带着琴去 请她隔连为你弹奏一曲 李生听了很高兴 第二天 李生抱着琴到城家去 城家备好宴席同欢迎 一小会儿 城市把琴拿进去了 马上又出来坐下 这时 隐隐看见脸内 有穿着艳装的女子 不多久 还有飘出的幽香 又过了一小会儿 轻柔的琴声响起 李生听了不知是什么曲子 只觉得心神荡漾 令人魂魄飞跃 曲中 李生向连内偷偷一看 这家人有二十多岁 城市不停地劝李生饮酒 连内家人又改弦 弹了一首贤情之父 李生愈发意乱情迷 因饮酒过量而大醉 起身告辞 向城市要琴 城市说 您醉酒走路 怕弄坏此琴 明天您再来 让我妻子表演所有绝技 李生就回去了 第二天 李生又到城市家中去 但家中空无一人 只有一个老仆人看门 问他 他说 武庚十分 携家眷离开 不知去哪了 只说来回大约三天 三天后 李生又去看 这时 天色已晚 还是没有一点阴性 官府中的小丽牙役 也怀疑发生了什么事 报告县令 开锁进屋一看 只见屋内空空荡荡 只剩下桌椅床榻 将此事报告上司 也不明缘由 李生丢失了古琴 寝室难安 不远数千里 到城市的家乡湖北 去寻访 城某是湖北人 三年前 出钱买了个官 当上了家乡县城 李生打听 城市的姓名 及家族住址 得知湖北 没有这么个人 有人说 有个城道士 善于弹琴 又传说 他会点金术 三年之前 忽然便离开了 再也没有看见 李生怀疑 就是这个道士 由戏问年岁相貌 和城市一一吻合 这才知道 道士出钱买官 原来是为了这张古琴 交往一年多 为涉及音乐话题 渐渐地拿出自己的一张琴 接着又表演琴技 又让美人来诱惑 花三年时间 终得此琴 道士对于古琴的癖好 更比李生还要强烈啊 天下的骗术 五花八门 像道士这样 是骗子里的风雅士啊 依旧的游泉 《牧生》 中文字体 词 十分